今天的節目將帶您去吃全台最薄脆的蚵蝶炸粿 是彰化白果山的隱藏白美味 浴火重生的蒙古烤肉 甜甜客滿一味難求 上等肉品吃好吃滿任你夾 全台罕見的豆腐乳烤雞滋味鮮甜 讓人越吃越酸脆 在台灣蚵蝶炸粿到處都有 不過今天要介紹的這一間真的很不一樣 位在彰化園林白果山腳旁 有一間快60年的炸粿老店 從早到晚人潮川流不息 不僅炸粿的尺寸比一般還要大 另外炸到金黃色的粉漿外皮 酥香薄脆 是彰化在地人的隱藏般美味 就是吃完之後後面再撿啊 因為還是要吃啊 好吃還是要吃啊 妳好 妳先坐 在這邊地點就是它的耳杯 還有它的炸那個蚵仔酥 還有杏櫃 來 這三包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在彰化園林往白果山的路上 車輛穿流不息 路旁這一間快一夾子 三代雞櫃老店 熱鬧程度也不遑多讓 這裡很多 要炸多好喔 然後炸到有什麼東西啊 好 菜條兩條嘛 大油鍋裡炸到正天嘎響 客人訂單一直來 張家瑋跟爸爸快手又炸又夾 把滿料的米爹去炸著蒜條 菇菜條 厚片米糕 還有這張牙五爪的魷魚頭 噗通噗通一直炸 那你怎麼看中間喔 是雞麵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要 裹不能太大 然後一看它的那個色澤 這個都是那個 全糯米在去炸的 有些傳統古法在做的 而且它便宜又好吃 給這邊要嗎 炸的要嗎 好 小店從早上七點賣到晚上七點 因為東西好吃價錢便宜 加上分量十足 當成正餐或是點心 能夠夾腳夾肉 就以這耳爹來說 尺寸比外頭還要大上三分之一 這才算大塊的 對 我們都挑大顆一點的 能塞滿就盡量來塞滿 這耳爹用的是王公新鮮鵝啊 上下兩層滿滿韭菜給的足 最後再用米漿封口 下油鍋炸足四分鐘 換顏色啊 不線不線喔 換顏色就知道了 金黃塞給的 你還白白的 那個我還沒熟啊 這間金貴老店非常厲害之處 就是能把金黃外皮 做到非常的薄脆酥香 每一刀切下都是卡滋卡滋聲 耳爹混著濃濃韭菜香 跟蚵仔先點海味 讓很多人願意大勞遠跑來 我們是住陸港人 對 我們是特別來吃它的耳黑 對 那就不應該這樣改 我們陸港這樣子好像不行 對啊 我就特別來吃它的耳黑 對 這真的好吃 耳爹很厲害 因為一般外面吃到的耳爹的 就是韭菜 它裡面是韭菜 會有點酸酸的 但它們這一間炸起來不會酸 而且是滿酥脆的 來 小心喔 借過一下 謝謝 來 謝謝喔 尤其愛吃蚵仔的客人 都還會點上這盤蚵仔酥 每隻蚵仔都很大 撒上點胡椒鹽 超酥香 因為大顆啊 大顆人家 最後就會點太小顆 吃不到肉人家的皮 口感很清爽好吃 它都很新鮮 而且很大顆 吃起來就是還滿脆的 就是皮很薄 然後線很多 這個皮好吃不好吃喔 吃這個飯就最懂 我們這用米漿的啊 說到米漿 張爸爸說 這可是他們家的獨門絕學 裡頭主要原料就是米跟黃豆 每天凌晨三點開始製作 不嫌麻煩才有辦法 炸出最薄乳酯的金黃絲脆 任何的炸物裹上了它 年輕的小姐也抗拒不了誘惑 吃起來不會感覺 讓你很有負擔 麵衣是真的很香 對 就吃起來就是有別於一般 就是你會感覺他們真的是 很用心的在做這個料理 真的很推薦喔 我喜歡這個 那個是什麼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看到季貴名之處 就是很多東西都能夠炸來吃 尤其像這十節的蒜條 幾乎是美桌壁點 酥脆的炸蒜條 刀刀切下翠綠炸餡 咬下去沒有蒜的辛辣刺激 我們買的是照性金的 這都... 這都... 我們也是錢的 對 自己吸收 在自家店前辛勤工作 這間房子對張家人來說 是髮跡之處 張勇相父親早年因為家貧 去南洋當軍夫 回來之後靠賣寄貴維生 民國五零年代賣了田地 換來了黑白照片上這間矮房子 車賣到裡面坐 不然沒錢買 因為我以前很生氣 對啊 所以三代人都坐在那裡 對啊 我記得我小時候就是 下雨會漏水 然後我的颱風天水 會灌進來這樣 就是蠻克難的那個 蠻多回憶就在那邊 一家三代擠在這矮房裡頭 為了增加收入 張勇相年輕的時候 還兼修摩托車 嫁入張家的憲宴會 則是幫忙公婆賣面 冬天兼賣季貴 嫁過來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都是兩天了 可是那個炸屋 就是有固定的時間 我嫁過來剛好 都嫁我一個生意君 我們要出餐了 給朋友出來吃喔 謝謝 好 慢慢吃喔 去韓溫暖賣雞貴跟客人伴乳 也從客人的需求 發展出自家創意品項 像是這超大隻的 魷魚頭也難炸 它的很脆 就是那種很軟的那種 有些非常軟 然後它就是比較坦 比較脆的那種 而且加一點點胡椒粉 就滿好吃的 不需要再額外加什麼醬油 之類的這樣子 另外純齒流香的創意 還有這個少見的炸香菜 脆綠的整肚香菜 經過油炸之後 香菜嗆人的味道 瞬間只哭見了 讓很多不敢吃香菜的人 也敢吃 香菜喔 可能有些人沒辦法接受 那個香菜的味道 對 可是他們炸起來 就酥酥脆脆的 它就鹹鹹吃起來很好吃 當初是因為 我們家那時候有賣酒 酒客就突發急 想說他突然想要吃炸香菜這樣子 靠著獨門口味 跟又大又脆的各式季櫃 山腰閃電 慢慢成了原民人解饞止雞的 後收宅 大陸上我們把它回來過年 對 回來一定要來這邊買來吃 所以說就是 也算原民人的回鄉味 對... 在這山上很多地方 這個地方又不是事情 怎麼有那麼多人 要傳承它 我們也是有感情 用一塊塊季櫃耳爹 不僅能把客人餵飽 換來了新台幣 也把年久失修的老房 煥然一新 讓客人有更好的用餐環境 但裡頭的老味道依舊沒變 尤其是媽媽之湯古早味麵食 你看 這個是大骨 裡面都是骨頭 這隻就是肉湯 這個是湯子湯 不同的湯 對 因為混在混湯 我的家都是肉湯 就是大骨湯 光不佳味素 三種肉湯混合而成的湯頭 讓很多客人來這邊 除了吃耳爹忌櫃之外 還可以再吃上一碗麵 或是一碗湯 而且有的人 還會再點上這碗 外頭少見的紅糟滷肉飯 切丁的五花肉 吸了滿滿的紅糟精華 加上醬汁 淋在熱騰騰的擺飯上頭 濃郁的紅糟酒香 瞬間散發 滿滿的阿嬤味道 很少人在賣這個 對 但是他們這裡還有 而且是真的是很古早味的 古早味的紅糟香氣 在這塊一甲子的小店 讓人思思念念 一塊寄貴一份人情味 張家三代用認真的心意 把銅牌美食做到了極致 在彰化園林的山腰上 繼續飄翔著 曾經是無人不知的 這一家蒙古烤肉店 歷經火災之後 休息了快三年 老本陳永赴 東山再起 營業時間都還沒到 客人早已大排長龍 牛羊雞豬還有少見的鹿肉 再搭配蔬菜跟私房醬料 想吃多少就夾多少 還有老饕大推的酸菜白肉鍋 天然發酵的高麗菜酸甜 湯頭溫潤 肉品的油花豐厚 算起來非常誘人 一起來看看 這浴火重生的美味 歡迎光臨有定位的先請進 後味的請外面等一下 第一個好難備 定自己是 今天才有吃的大 什麼都好吃 這就好難定就對了 定不到的真的是傻眼 以前可能中午想吃就進來 老闆就有位置了 現在沒有喔 那個你要偷補喔 什麼樣的餐廳 號稱史上超難定 一開張就立刻坐滿 看看這在台前的排隊人潮 肉品菜類讓你夾好夾滿吃到飽 還有這些一次排開十種的 特製醬料隨米加 大家都是捧著肉品小山 給師傅現場翻炒 沒錯 這家幾乎無人不知的 蒙古烤肉餐廳 大鐵盤長塊鼓動下 揮住的是美味 也是一份空前絕後的時代 這口味真的是很讚耶 我女兒從小 我們就從小吃到大 我最喜歡吃它蒙古烤肉的牛肉 我來這一家消費大概將近有四十年 吃起來它的肉香很足夠 然後它的羊肉沒有完全沒有燒味 蒙古烤肉實在講 吃很多家 其實這一家口味最好 古代蒙古人打仗的時候 都是用毛跟燉在打仗 現在看看這個是像不像 我們打仗的是一個盾牌 這個像不像一個毛 對不對 士兵就是在石頭上面 對不對 把那個盾牌放在石頭上面 下面生火 用這個毛把那個肉 烤出來 慢慢慢慢演變成這個毛 燉變成蒙古烤肉 鐵盤鋼槍作響 伴著炒肉的滋滋聲 炒著肉的是老闆陳永富 俐落的騎手是 騎鍋碗魚看場表演 開蒙古烤肉店 今年已經是第四十八年 面對爆滿的人潮 它依舊是飽到未老 現在下鍋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個大蒜麻油 先拿爆香 爆香以後 把菜再下去 然後再肉下去 這個是一定的這個程序 這個有三百五十度 那個很高溫 對 很高溫 把最後的湯汁下去 對 收汁 慢慢收汁 這樣就是最好吃的時候 大概四十秒到一分鐘 炒到香噴噴的肉品 交到客人手中 滿足的心情一語言表 身為蒙古烤肉餐廳龍頭 陳永富對於每個細節 都堅持到位 每碗炒肉都是色香味俱全 肉片大塊 配上不同的蔬菜清爽香脆 私房醬料中的新鮮鳳梨 是酸甜加分 鹹香吧 甜酸 以個人喜好有不同的層次感 搭配現烤的燒餅 碗如百寶袋中塞滿肉香 真的是讓人吃不膩 老字號餐廳 早就擄獲了不少老饕的心 生意一直都是長紅 然而在2021年的一場大火 幾乎把餐廳燒毀 也燒掉了陳永富一生的心血 打烊以後 我也到前後在巡視的一店 都很安全沒有預算 我就沒手拿回去 大概十一點半左右 我社區的總幹事通知我 說我餐廳失火 我大了大十一天 所以我趕快跑過來看 我二樓的餐廳 已經陷入一片火海 太沮喪了幾十年的心肚 我這家店已經開到 今年一個48年了 45年的時候就發生火災 一生的努力 在一個大火之中 其實欲哭無淚 不知道要怎麼辦 面對著燒到面目全非的餐廳 以戲之間完全歸零 沈永富心歸冷之下 本也想就此畫下去點 但是在休息的兩年多中 竟然時成有客人在路上 認出他來 幾乎每一次到一個地方 在我戴著口罩 幾乎都會被人認出 老闆什麼時候開幕 我真的是太感動 這個就是說 我幾十年的故出 這麼樣做 都給我們一般的老朋友 老主顧 我們隔壁鄰居肯定 客人狂敲碗 期待老店再開張 加上兒女也願意幫忙老爸 終於在停業兩年九個月後 他選在原址重新開幕 一開張的盛況 連陳永富自己也嚇一跳 老鐵粉記憶中的味道 終於重出江湖 有這麼久才開啊 怎麼是懷念的 哪一點是妳懷念的 哪一點 肉啊 菜啊 還是味道 我長得夠帥 從小吃到大 我媽兩歲就帶我來這邊了 所以那時候 它燒掉的時候 我超難過的 從很久以前 我就很喜歡吃 帶家人朋友常常來 所以那兩三年吃不到 就每天都在想 我覺得它跟其他餐廳 我們烤肉 吃起來就是有那個焦香味 然後這個肉烤起來特別香 而且它雖然一樣是讓我們 自己選調味料 但是配起來就是不一樣 這個味道別的地方沒了 他這次又重新開幕之後 我們回來再 回顧以前的老味道 不管它的羊肉 鹿肉 和牛肉 其實都還滿新鮮的 既然是讓人吃到飽的 蒙古烤肉餐廳 肉肉就是十分重要的食材 陳永富對肉餅的要求 十分嚴格 堅持用溫體肉品 需要先經過手工去筋 順紋切塊 再進機器 切成薄片 每一片都色澤均勻 富含漂亮的油花 我們大概十一點 開始就把這個 我們今天所要供應的 午餐的肉 準備好在這個地方 各位看到就是 像我們今天有供應的 五種肉 牛肉 你看這個油花多漂亮 一般人家 供應的蒙古烤肉 用到那個培根 口感就不一樣 如果是說 你今天要炒 鹿肉 羊肉跟牛肉 這個三樣的東西的話 建議你用到 蔥 洋蔥跟九層塔 這三樣東西 要數量要多一點點 五種肉品搭配不同的蔬菜 連醬料都有學問 經典的鳳梨 大蒜和麻油 勢必加 高溫度把蒜味調味滴出 肉品在醬汁中翻騰 迅速把此等等間美味 交至老饕手中 而除了蒙古烤肉之外 另一道美桌必點的就是 招牌銅鍋酸菜白肉鍋 天然發酵的高麗菜酸甜 湯頭溫潤 陳永富更是把火鍋肉品 大進化 提升等級 五谷牛小排 一盤就等於一顆牛排 勤算幾下 入口吃得到肉質的細膩 白肉也是嚴選溫體 洗出後腿肉 去筋去抹只留下肉香 豆腐丸子吸飽湯汁 在湯裡滾動著美味兩個字 酸菜白肉鍋的味道也是很不錯 它是用那個高麗菜去醃製的 它的菜 其實在外面大家都可以吃得到 那個酸菜 但是它的味道就是不一樣 它是用最傳統的方式 在去做燉煮 再來一次它的料也是可以一直上 它的肉也很新鮮 然後非常的可口 在後台手工現做的燒餅 經驗老道的師傅 持續不停的趕著麵糰 一天至少要做上五百個燒餅才夠 這個燒餅就是最主要是我們還要熬我們的油酥 油酥包在裡面 然後我們在後面的時候的比例經營 我們後面吃起來燒餅才會日口即化那種外酥內軟 本來已經退休的師傅 因為老闆重新開張 義無反顧回來幫忙 面對客人和老朋友如此相挺 陳永婦用七十歲的衝勁 把蒙古烤肉的江山一點一滴 建立得更加堅穩 蒙古烤肉店對我來講 這是我的一生 一個鄉下的小孩 從鄉下到這邊 能夠在台北這個大都會 有一點點的小的知名度 沒有說在路邊旁邊被人認出 是逃在那裡跑給人家追 那就糟糕了 我是被客人認出 老闆什麼時候我才可以吃到 我以前懷舊的味道 這個就叫我太感動了 長矛在手鐵鍋似頓 陳永婦就像當年那些神勇的寄兵 穿越大漠草原 一場大火是天意 江山再起也或許是天柱 走過起落堅守初衷 再創下一個蒙古烤肉五十年 宜蘭元山有一家烤雞餐廳 很特別喔 賣的是豆腐乳烤雞 老闆將自己醃製的鳳梨豆腐乳 當作醃料 燒烤一小時後外皮金黃椒香 肉質鮮嫩 還有著淡淡回甘的豆乳香 搭配吐司或是生菜一起吃 多了清爽口感 另外這一道麻辣鴨血豆腐 濃郁鮮香 辣勁十足 老闆為了回饋客人 讓客人自助享用 像是麻辣鴨血豆腐 還有剝皮辣椒炒豆干 多種小菜免費吃到飽 讓客人說超級佛心 渺渺吹煙 獨特香氣 瀰漫在宜蘭圓山的烤雞餐廳 剛出爐的豆腐乳烤雞 外皮金黃 焦香薄脆 一手扒開 甘甜豆乳香 竄進鼻尖 白嫩雞肉 富含肉汁 完全不甘柴 它的肉就是口感吃起來 不會色 然後非常的多汁這樣子 因為小朋友一口接一口 如果太色他咬不動 他很開 他也不會吃 可以單獨這樣子 手扒雞做吃 然後也可以加吐司麵包 然後再加一點生菜沙拉這樣子 比較新的獨特的吃法 夾起雞肉 沾上老闆自製的豆乳醬 夾進吐司裡 和蔬菜一起吃 口感層次更豐富 烤雞套餐 還有水果蔬菜沙拉 以及綜合菇湯 嘗到自然的鮮甜滋味 這般與眾不同的饗宴 出自老闆李玉琦 這個雞一定要選擇什麼 母雞 母雞它有油脂 它烤起來它比較軟 比較Q 雞汁裡頭抹上自家釀製的豆腐乳 還有獨門調配的中藥粉 最後塞進一把韭菜增添香氣 就能送進烤筒 我們一定要從生雞下去烤 烤到半熟了以後 我再放南瓜 烤到一個小時才會熟 你如果烤得太快的話 雞會乾掉 變柴 你如果太慢的話 它會變成這樣 它的雞就會變成像蒸熟一樣 也是不好吃 李玉琦對每個環節都有自己的堅持 包括自釀的豆腐乳 從煮熟糙蜜 培養菌種 晾曬豆腐 到莊冠 全都得身體力行 古時候我在家裡吃過的豆腐乳 Q的 我們在超市買的豆腐乳是軟軟化掉的 為什麼差那麼多 就想說 就那時候有那個動力 就想說回來鄉下試試看 傳統的豆腐乳口味太鹹 現代人講求健康 李玉琦經過多方嘗試 用水分多 香氣濃的台農三號土鳳梨 降低鹹度 我們就是要有一點酸味 酸味它進去發酵以後 它就轉換成甜度的 每次曬乾的豆腐乳 把料吃到豆腐乳裡面 那最少要吃 你如果說像一般工廠的軟的 它醬也是軟的 它是水的 它就是做好了一個月就不行 你要等待 因為傳統的東西 你要等待它的東西味道進去 用時間熬出美味 餐廳庭院一剛剛的陶翁裡 正在醞釀黑豆醬油 同樣沒有速成捷徑 這裡面就是鹽巴跟豆子跟鎖水 那個傳統其實要五個月 所以說你說醬油 有那個三個月 有一個月 有二十幾天 那個都沒有醬油的味道 只有豆子的香味而已 你要提五味 那個都要半年以上 才會有那個味道 對啊 因為沒有那麼簡單 這個主工的就是時間 跟飯香度 兩個大鍋 火力齊發 李玉琦和太太 合力攪拌熬煮黑豆醬油 如果溫度高 體力 耐力都是大考驗 你看這個很難 要用一點腰力 要力氣 要力氣還要腰力 所以說你看我到六十幾歲 還要健身 為什麼 要保持這種體力啊 他才可以做這種工作啊 這些粗重的體力活 李玉琦回鄉之前 從來沒做過 原本在台北從事海鮮貿易 賺進大把鈔票 但是天天熬夜 應酬喝酒 導致肝發炎 身體的簡訊 讓他不得不做出改變 其實當時也沒想到做醬油跟豆腐 純粹回來就是第一個 讓你自己休息 然後媽媽一個人獨棄在這裡 就回來跟她做飯 以前有身體不好 然後就 就都是吃一些生菜啦 生雞食 用燙的東西 然後就覺得 為什麼沒有一個 一個沾的東西是乾淨的 都是不好的 後來想說 要不要回去自己做做看醬油 像我們燉肉這樣 那中火慢慢熬...熬到 剩下一半了 那個醬油就...味道就出來 就香了 這樣大概要七十個小時 七十個小時 七十個小時 沒懷疑 七十個小時 所以說這一種東西 你說用這種東西來賺錢 沒有體力賺不到 這種東西是一種信念 單純的原料 純粹的信念 李玉琦做的醬油一點都不複雜 沒有多餘的添加物 就像他的高粱酒香腸一樣 不買現成 秉持自己做才安心 我們怕買別的東西 怕去用陶醬 所以用陶醬 人家加什麼你不知道 比如說醬油啦 任何東西都是我們自己的嘛 豆乳會去掉那個腥味 自家的醬油和豆腐乳 成為最佳的調味聖品 帶出豬肉的鮮甜 高粱酒的味道 你要讓它在香腸裡面都... 到最後你還吃得到那個 高粱酒的味道 你不能剛才攪的時候解放 它會揮發掉 度數高 它會揮發掉 你現在沒要換的 再加 它才不會揮發掉 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調整 才知道製作高粱酒香腸的麥嘎 這些試驗的過程 別人感到挫折 他覺得很快樂 嘗試一個新的東西 給你的盡快樂的感覺 不是成就感 不是成就感 所以不是成就感 就是你要心裡會有那種 又成功的種 那種感覺 我媽媽也常常講一句話說 人家你做東西是做來賺錢的 你喔 是做爽的 用炭火和甘蔗 煙燻高粱酒香腸 多了一股炭香和迷人的甘蔗清香 我有醃辣肉的香汁 我用那個香汁去把它新 先酥乾 然後再新味道 後來就結果 吃了再煮出來 那肉吃起來就 那感覺很酥 高粱酒香腸香煎過後 外皮微微酥脆 酒香和肉香在嘴裡蔓延開來 鮮美不會乾澀 你看我們的雞胸肉有沒有水分 來 試試看 開業二十多年來 李玉琦的餐廳 就只賣豆腐乳烤雞全餐一個餐點 很多客人要他增加新的菜色 他卻很有原則 然後我就很堅持我的餐 就是要賣那些錢 其他的東西我不賣 我怎麼辦 就幾年本來要退休嘛 疫情要退休 想說給六十幾的 不想說再做了 然後我的員工跟我講說 老闆 你退休我們吃什麼 聽了這句話你就 有那個責任 然後我想說好了 那就把它再改變 後來再想說我喜歡吃辣 我做一些鴨血麻辣的 跟人家辣度不一樣的 讓客人去吃到飽 免費了 現在既然員工要做 我們就把我們現在餐廳的利潤 把那些錢都拿來 做一些菜回歸給客人 製作麻辣鴨血豆腐 朝天椒的辛辣 籠罩整個室內 嗆辣得眼睛鼻子都難受 他依然手工半炒熬煮 我堅持就是不用機器炒 因為機器炒沒有 眼去掌握那一種香肚 就擠去幾分鐘放什麼 那就是 沒辦法去抓的香肚 香肚蠟韻都到位的 麻辣鴨血豆腐 鴨血柔滑細膩 口感彈嫩 豆腐洗飽湯汁 濃郁的麻辣滋味 充斥整個味蕾 對 那個老闆真的很用心 真的 很辛苦 真的 他做這些 給他花很多工夫 就是滷肉和 還有那個麻辣鴨血 還有他們這個醬 這個醬帶點辣也不錯 我一路來 我很感謝我自己那時候的 做了決定跟轉變 那我媽媽過世以後 我也這幾年一直在想說 這幾年回來陪伴她 那一種整個過程 我有回味的空間 在外兜兜轉轉一大圈 他慶幸當年回到家鄉 在鬥嘴的喧鬧日常中 和媽媽互相陪伴 彼此關懷 也因此找到人生第二個職業 釀出天然甘醇的好味道 不化學 不加工 是李玉琦對料理的堅持 簡單卻很深刻 新竹城隍廟 有一間百年歷史的小吃 從民國前十年就開始擺攤 老闆娘徐美慶從二十歲結婚 就跟著婆婆學炒米粉做肉羹 一做就是四十年 獨家炊粉拌入肉燥 吃起來Q彈鹹香 手工捏的魚酥大塊蓬鬆 還有現炸的蛋酥鋪在魷魚肉羹上 顏色非常蹊蹊 客人常常是一點米粉加上一碗羹 百元油絞 休克短碗 我常來這邊吃 在有粗刷的時候 我就過來這邊吃 那為什麼喜歡吃香蕉 這樣很Q啦 米粉有彈性 醬油帶一點蒜泥 便宜又大碗又好吃 不分男女老幼 老頭門口中都愛的小吃 就在新竹城隍廟裡 炒米粉Q彈帶盡 肉燥鹹香不膩 招牌綜合羹 輕薄爽口 如家魚酥當酥超吸睛 這家來城隍廟必吃的美味 流傳百年 第四代老闆娘徐美慶 在調味前忙碌 一手抓米粉一手搖著羹 即使做了四十年 她依然不敢懈怠 因為這是從民國前十年 阿祖開始的家傳手藝 幾乎可以說是國寶級的小吃 一個肉圓一個羹 所以我再少一個米粉是嗎 滿到像小山一樣的米粉 熱氣騰騰騰想起似意 一碟米粉一碗一根百元有漲 CP是超高 用餐時間總是客滿 看我的手勢有什麼力 好嗎 差不多是這樣 妳有起來 就剛才沾起來 就種個豆芽 對啊 它大蒜醬油 這個有孔 有沒有 這個是把那個蒸氣拉出來 然後拉那個香味 我剛才不是用高湯 對 我都用 這樣蒸比較有味道嗎 就是有特別一種香味 我們必須要旋轉 就是因為它下面是熱的 然後上面是冷的 然後要把熱的拉出來 然後冷的再往後面 早上做的時候 還是從這個廟前面 也是在這個湯味啊 我阿祖開始 他們都覺得說新竹是米粉 代表米粉 所以我們要把米粉的精神 一定要帶出來 對 然後現在很多攤 就由大家去那個... 好 說到只靠封城才有的 酒醬風吹乾的米粉 土生土長的許美慶是從小吃到大 國家更是從阿祖時代就開始 在城隍廟口用手推車賣炒米粉 二十歲就結婚的許美慶 婚後的生活就是學做炒米粉 剛開始喔 阿公說因為新竹啊 風很大 然後那個米粉真的很好吃 沒有宣傳 對 阿祖就拿起來說 新竹這麼... 這麼好吃的米粉 怎麼可以讓它這樣子 沒有人知道 後來阿公就開始賣米粉 新竹米粉有兩種 一種叫吹粉 你知道嗎 是蒸起來的 然後那個是用炒的叫做 那這個叫水米粉 那時候有三個啦 你只要煮好燙就好了 人家你去到城裡切的時候 它就有彈性啊 就好像有的有彈性 有的沒有彈性 沒有彈性就這樣慢慢切一切 你就覺得它怎麼切一切 那就不對了 有啊 你看 把米粉汆燙之後撈起 接著要快速拌入醬汁 許美慶說早期叫做米粉啦 用手去感受 吹台上米粉的軟硬好壞 跟著公婆做的時候摸不著頭緒 如今早已假情就熟 但米粉的功夫也從媳婦熬成婆 我也是技術喔 對啊 每天弄 手要人三角 你就有那種感覺啊 以前都燙到整隻手都燙死了 而且這個也滿重的喔 你看我以前大肚子也是這樣做啊 沒有 今天這樣就很好吃了 這個手都啦 每天開張前就要把米粉拌好 持續供一點妙口前台 而米粉的靈魂就是那淋在上頭的肉燥 這一鍋肉香也是要一大早起來處理 先炸之後再熬煮 這三層肉 這三層肉 然後我們必須要炸到有點這樣 青黃 這樣 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樣就是它的油已經都爆出來了 肉燥加入了好幾味來調味 旁人看得是眼花撩亂 徐妹慶早已經把筆記記在腦袋裡 畢竟四十年一萬四千多的日子 花油湯已是生活日常 因為我們在固定啊 就不能上廁所啊 然後我後來就得了糖尿病 你把四十年的青春都丟在那裡 有時候回想一下 有點痠啊 有了前一代打下的基礎 徐妹慶從接手開始 生意就一直很好 相對的要犧牲許多時間 別人再放假休息 就是他們全家最忙碌的時候 像過年啊 我們也沒得休啊 然後只有年夜半 連夜半我們也做到三四點 然後大家洗完澡才一起吃飯 三個女兒都很辛苦的 都在旁邊幫你做 魚羹啊 魚書啊 捏魚羹啊 我們是一定要自己做的 現在很少人做這種的 可是賣這個真的很費工啊 魷魚羹喔 真的是非常非常費工 你看蛋酥啊 魚酥都要用手工 魚羹也用手工 魷魚也是手工自己切 所以其實 可是我們魚羹賣得很好 招牌由魚肉羹裡的魚酥蛋酥 追溯起來也是有百年歷史 用每天新鮮的魚打成魚漿 手工捏製的魚酥外面少見 紅紅的外形從邁向就十分討喜 妳就要一直加油啊 不然妳的椅子搖去 白頭白了 妳大概覺得不香 對啊 每次客人都會站在那裡這樣 很多客人說他主餐很好吃 對 很喜歡吃這個 妳自己也愛吃嗎 有 我每天也吃 回緣飽滿的魚酥 一大鍋用手工慢火炸 吃起來酥脆中帶著綿密 翻動看似簡單 半個小時下來也是考驗體力 為追求完美色澤 更是一刻都不能離開爐火 賣相很重要 很難喔 有時候客人說 妳怎麼進來這裡 因為有時候魚漿打來的時候 有時候也是不硬 就像米粉啊 米粉其實也是靠天氣在吃飯 我們以前很可憐喔 五點起床 我們做三個放水放好 去沖河廟 換水放好 回來上船船的 先去廟口 然後回來再準備貨 四十年來 穿梭廟口和後場 簡單的百年小吃 看得到一個女人 對食材的尊重和珍惜 魚漿滾紮實的美 米粉小山的滿 需要樂在其中 才能不說辛苦 許美慶對朱家一直保有興趣 在細節中創造美感 像魷魚肉根裡的蛋酥 黃澄澄的鮮明 也是手工而成的滋味 對 蝦蛋酥自己炸的也不多了喔 很少人 你黑不夠 它會黏著火 這個就是燈地裡面的其中一樣 對 就灑在上面 然後客人沒... 又是忘記給客人 他們就說 掃掉蛋酥油 那種靈魂就不見了 這個真的也是很長光耶 所以客人要買 我真的有說 拜託你買一點點就好 我真的有跟他拜託 拜託你就吃完再買 真的 很好吃就是 有脆脆的那個 有口感 也有層次感 蛋酥 對... 會常來 也滿便宜的 就魚酥跟蛋酥 跟我們台北不一樣 不錯... 不錯... 這一碗魷魚肉根 生魷魚扎實 肉根彈牙 魚酥洗滿湯汁綿密可口 鋪上滿滿的黃色蛋酥 和綠色芹菜 妙口小吃百年屹立不搖 這老味道連年輕人都很愛 它的肉不會到很乾又很硬 還有這個皮 這個皮我覺得滿Q的 對...很好吃 除了米粉 跟湯式鎮店之寶 新竹肉園也是 必吃的焦點 皮Q 紅糟肉餡香濃 而自製爆香的大貢丸 一口吃下是大大滿足 做油湯的人生 常常是一回頭 就驚覺時光飛逝 不過過世之後 許美慶接棒也已經二十多年 在攤位前 常常一起上一代打拚的精神 台灣妙口小吃的魅力 美味中帶點歷史軌跡 一盤米粉一碗根一家子百年的故事 許美慶用心琢磨細節深處 只為一份滋味 台灣四大陸農產區之一的屏東萬丹 靠著當地特有的狼尾草跟純淨的水源 飼養出健康高品質的乳牛 而採用在地單一乳原的這家鮮乳 2023年更是榮獲了世界品質評鑑大賞的金獎殊榮 成為了台灣鮮乳之光 許多人一天的活力來源 從一杯農村的鮮乳開始 這杯散發富裕奶香的鮮乳 來自四大落農產區之一的屏東萬丹 不僅單喝鮮醇還能加進咖啡 它的獨特清香融合咖啡苦味 賦予圓潤的滑順口感 香甜細膩的鮮乳 不但符合百分之百 國家A級生乳標準 更在2023年 榮獲世界品質評鑑大賞的金獎 萬丹它剛好是在景林 屏東北大五山跟高平溪的中間 所以說這個地理位置算是非常的好 也就是說人家說的好山好水 包括它有很好很豐富的 所謂的牧草 牛脂健康 自然就會產出風味獨特 而且非常優質的生奶 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 造就水淨草鮮的環境 萬丹特有的狼尾草 每天新鮮直送這間牧場 為牛脂開啟一天的豐盛饗宴 大五山下來那個地下那個水鹽 別養出來這個蘭蜴草 都很香甜 還有那個草香 而且是每天每間鮮鴿給乳牛吃 牧場主人陳俊旭養牛將近四十年 細心照料乳牛的餐食 像照顧家人一樣 讓他們吃的營養頭好壯壯 等到牛脂飽餐一頓後 就要進行一天兩次的重頭戲炸乳 陳俊旭依序為牛的乳房 進行清洗 藥液 消毒 泡杯 並且透過自動收杯系統 避免過度炸乳 流量少於250cc的話 它就會自動收杯起來了 收起來又破 又破藥液 把它沾一下那個四個乳房 避免那個乳房感染 當天獻賬的牛乳 當天就有萬丹單區的 低溫收乳車 直達牧場收取鮮乳 專門的生產線和儲存桶 不會混合其他牛奶 確保單一區域入園 呈現百分百的萬丹在地風味 它會先做基本的 初步的檢測就是抗生素 防甘性還有酒精的反應 然後樣品 裝兩瓶 一起送到公司那邊 公司要進去那個生產線之前 還會做一千兩百項的 大大小小的檢驗 嚴格的把關第一手的生乳的來源 讓消費者吃到優質的鮮乳 產出高品質鮮乳的背後 還有陳俊旭對動物福利的重視 水泥地的地方都有覆蓄到軟墊 地墊就是保護那個牛的體跟腳 所以它會增加 讓牛聽音樂 反而它的情緒 不要讓它暴躁 還有刷背機 就是給牛有一些福利 如果它身體在養 就自己跑去那邊刷背 灑水系統 降溫系統 來讓牛汁有舒適的環境 讓它那個彩質可以增加 所以乳汁才可以比較多 張戶乳牛無微不至 給動物更好的生活 也讓牧場獲得動物福利 標障認證 陳俊旭全心全意投入牧場工作 每天清晨五點 天才微亮 就能看見他忙碌的身影 說實在的養牛這個行業 真的很辛苦 每天都要做 海洋天也要做 所以那時候小朋友的童年 都沒有參與到真的 現在是 到現在想起來 是很遺憾的 繁忙的牧場生活 孩子們從小耳濡默然 陳志如看著父母的辛勞 大學畢業後的他 選擇回到屏東萬丹 和家人一起努力 看著爸媽媽媽他們做得很辛苦 想說來這裡繁忙 會不會減少他們一點負擔 也可以關心到他們的身體狀況 每天都會看得到 小時候沒有陪伴 反而現在長大了 再回來這個牧場 真的還這樣蠻不錯的 反正在培養重新的父子感情 第二代勝利軍的加入 結合科技工具 陳志如引進智慧養牛系統 清楚掌握牛隻的身體狀況 反足採食跟活動趨勢跟發行機會的那個數據 那個七線圖 如果它活動量低於那個健康值 我們那個跟手機都會有一個警報 都會提醒哪一隻牛發生問題了 兩代同心 傳承打拼 運用新型的科技設備 帶來乳牛的健康和穩定的鮮乳品質 萬丹當地生產的鮮乳 2023年首次參加世界品質評鑑大賞 就勇奪金獎 萬丹區域的落農得到那個肯定 就很覺得辛苦是值得的 因為它是好山好水 加上落農的用心飼養 再加上公司專業的輔導 所以說有健康的牛 它會有好的生奶 好的生奶它就會有優質的鮮奶 無可替代的先存滋味 在萬丹若農的堅持上 成就鮮乳界的台灣之光 只要你把那個品質固好 牛是養好 這個產業不會消失掉 要把牛養好這樣 就是一個可以傳承的事業 給下一代下一代 我希望未來可以跟爸爸一樣 讓牛產出很好的牛奶 善用科技 輔助牧場管理 父子二人共同守護 永續經營這片牧場 延續對乳牛的照顧與關懷 讓屏東萬丹的續產實力 成功被國際看見 在屏東萬丹小孩 在乳牛出好喝 給大家喝 我們萬丹五夜最讚 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陳永富走過人生低潮 歷經起落 堅守初衷 再創屬於蒙古考六的輝煌 以及李玉琦二十年某一件 堅持手工釀照 熬出人生的乾淨滋味 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謝林健的收看 也歡迎全球觀眾 一起上晉級的台灣 YouTube按下訂閱跟分享 我是怡婷 我們下次再會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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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ING PAO TORONT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